说到我快乐的云泉 那就是高热量的垃圾油炸食品 高热量带来的快乐 每一口脂肪都能让你生鲜 今天我就好好考虑一下 辛苦减肥的自己 敞开我的怀抱 去迎接所有口味的食品 今天我去挑选了几样 比较有特色的 那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一起品尝 飞胖的喜悦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 樱花味 它也很与时俱进些了 软萌樱花味 感觉是上底心满满的 难道我这个金刚八底不能吃吗 哇 打开了 看 看一下 我以为吧 它是粉红色的呢 结果居然没有 好气啊 居然没有让我吃到色素的添加剂 嗯 这个味道 当吃起来的时候 很香 就打开那个味道 就出面来清新的气味 就感觉不是薯片的味道 现在加起来口感和口味 说到就是吃进去的话 刚进去的时候 是酸酸甜甜的 然后它有一点点咸 它那个味道吃起来吧 是有樱花味 但是我个人感觉就是 樱花味的味道吧 一点点吧 更偏向于像草莓的感觉 看下去的时候 哇 你开始呼吸的时候 这舌头上面会有股凉凉的感觉 不知道是薄荷还是什么东西 总体来讲还不错 下一个呢 是原谅抹茶味 其实本来是个蛮正常的颜色 但是它也被玩坏了 绿色嘛 现在大家一听到绿色 一想到绿色 就会有一个意味忧伤的眼神 那怎么了嘛 我具绿色的帽子啊 嗯 吊下来 你看 果然也没有染色机 跟化工合成 我还要吃很失望 这个味道嘛 也是有抹茶味道 但是呢 吃起来就是原味的薯片 有了抹茶的香气 然后再多撒了一点糖上去 然后没有那么咸 还挺好吃的 可是华鸭 这个是吧 能把薯片做到任何口味的 这样子 我推荐做一个红领巾味的 和男朋友味的 看到没有 这个 这个薯片可不得了 它看起来算是最小的 但是可是里面最贵的 这么一小块要14块钱的 而且你看 它说这里面是薯片热量最低的 你看上面淋的满满都是巧克力 居然能做到热量最低 这是什么样的黑客气啊 好棒啊 这个打开是一股浓浓的巧克力 味通病而来 而且吃起来呢 感觉它已经不像是薯片 但是它口感是在的 就好像是 那个 有没有吃过那种真紫巧克力 就那种感觉 巧克力好吃 好像 就感觉薯片就变成坚果一样 被裹在巧克力里面 是为巧克力做培衬的 所以我感觉这个薯片吧 它可能不是炸的 是蒸的 如果留着土豆有点特别呢 不知道是不是心里暗示 这一款 每天吃的那两款要清爽很多 这样一想的话 我今天也不会胖很多 把这三款薯片都吃完了 那这两个吧 颜色非常好看 但是呢 没有色素 这款吧 有浓浓的巧克力尾 但是呢 它肉量特别的低 反正起码是我见过最低的 虽然呢 夏天要来了 减肥 铺在面前 但是呢 偶尔来买一袋薯片来吃吃看 应该也不会有那么重的罪恶感 但是最重要的是 把这个薯片分享